画的方式的第一个 先画上面的部分再画下面的部分 首先我们用线段 上面的部分先画15 Enter 然后往右20 往下15 再来的话 我们要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呢 我们知道三个讯息 一个是起点 一个是终点 一个是半径 半径刚好是40 那这边所谓的半径指的是什么呢 先特别注意 这边半径的话指的就是从 从这边 从这边到这边的 半径刚好是40 那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往下 它的这个地方的话是逆时针 所以说这边要给它一个负值 负40 这边特别注意是负40 负40 那画法的话我画一次给各位看 绘图里面有个弧 那知道是起点跟终点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半径 起点终点半径 起点终点半径 起点终点 好半径多少呢 负40 enter 这样就画出来了 好 负40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题 我想你们这个部分的话试试看一下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负 负40呢 那你们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你可以练习看看 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今天绘图 比如说用不一样的起点终点 这里负20 是这样子 可以吗 距离的 那其他的部分 你如果用正值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好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然后 对